面對媒體陳志忠低頭微笑不多說 趕著進廣播電台主持節目 原本滿心期望這個時間陪父親 陳隨便北上凱道參加國慶大典 因為申請遭到台中監獄駁回 哪都去不了 法務不澄清駁回申請經過專業省慎評估 但這個說法陳志忠氣壞了 9號臉書PO文中間的理由不充分 無法接受 10號再PO文 希望有一天能夠頻繁離開黑牢 不滿被駁回 柯文哲也來聲援 理由是還滿合理的 要嘛就不要發情貼給他 發情貼給他再駁回 實在是不想他們在幹什麼 發帖又駁回不知道在幹什麼 但隔魁蘇嘉全瞞著蔡英文邀陳水扁 參加國慶先斬符咒 也引來輿論反彈聲浪 總統就要出門嗎 6月4號陳水扁北上參加感恩餐會 一早高雄住家樓下備職集 下樓散步行動自如 大陣仗搭高鐵 看到媒體經過秀出大拇指抖得厲害 一到台北坐輪椅 接受大批死忠支持者列隊歡迎 這回又想參加國慶日 頻繁出席公開活動 被質疑保外就醫合理性 陳水扁公開活動爬爬燥試水溫 打得卻是一劑七傷拳換來內傷 IP保外就醫名不正言不順 外界觀感差 記者劉慶王 蘇宏 高雄報道